范例3 一炮弹以初速50毫秒50公尺 仰角53度发射 炮弹在最高点时 爆炸成质量比为2比1的AB两碎块 爆炸之后B碎块从静止做自由落体运动 若忽略空气阻力 下列关于爆炸瞬间A碎块的叙述 哪些正确 那它的运动就是这颗炮弹飞到最高点的时候爆裂 那爆裂了以后我们先不要看AB选项 我们先看C柱1 那爆裂以后这个A 这个A它会是直直的往上吗 首先我们知道的是B会直直的往下 这个B会直直的往下掉 B这个碎片会直直的往下 那A的话会直直的往上吗 这是C选项 那还是说是会水平往前呢 这个是水平往前的抛射 这个是珠选项 那还是说它会是斜项抛射呢 这个是E选项 那各位已经看到答案了 是珠 那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东西在最高点 它原本是要往这个虚线的方向落下 可是爆开了 爆开以后它会不会就向右的趋势就消失 它就直接往上和下 而没有在向右的趋势了嘛 向右的速度应该是会有一个惯性在 它应该要继续有向右的 继续有向右的一个趋势在 所以C应该是不可能的 因为C选项 A碎片向上 B碎片向下 那谁向右 它原本是有向右的 想要向右动 所以C是不行的 那珠汉E呢 珠汉E的话 差别在于说 B是不是从静止落下 B是从静止落下的话 那A就没有去推B 它没有把B往下推 A有去推B 但是并不是往下推 而是往左推 那既然A没有把B往下推 那A就不会再升高 它已经到最高点了 这已经是最高了 所以不会再升高 除非什么 除非A被往上推嘛 如果A被往上推 那一定是因为A去推B A将B往下推 然后B的反作用 把A上推 这样才有可能让A往上 可是今天呢 有往下推吗 并没有啊 因为B是从静止做自由落体运动 所以并没有往下推 所以也没有 也没有后面这一些了 也没有反作用将A往上推 所以A也是错 所以答案是珠啊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动画 在Google Classroom 你可以找到这个动画 好 我们让它播放 这个就是炮弹 它正在斜向炮射 等到最高点的时候 它会爆裂 爆裂以后 是其中绿色的是从静止落下 红色的则继续往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它的确是 红色的这块 也就相当于题目的A 它的确是一个水平抛射 那我们看到的是 上面这里有一个红色箭头向左 绿色箭头向右 这代表的是 爆炸那一瞬间的力量方向 本来绿色这块 应该要继续往前 但是却没有往前 那就是因为 有向左的力 让绿色这块 不继续往前 这个向左的力 就是红色的这一个 那绿色的这个箭头就是 红色的箭头就是向左的力 让绿色方块不再往前 那红色箭头的反作用力 就是绿色箭头 绿色箭头会让 红色方块 更加的往前飞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本来如果它没有爆裂 应该是要走 走黄色这条路径 可是爆裂以后 红色的变更快 绿色的变慢 所以才会 红色的才会跑得更远 跑得更远 我们从头看一遍 好那这个就是这一题它的一个图像 所以答案呢 是珠 它是水平抛射 A碎片是水平抛射 那怎么得到A和B呢 重点是这样的 A和B选项呢 是要看水平方向的动量守恒 今天这个炮弹 它水平方向没有受外力啊 对不对 因为 它是一个斜向抛射 斜向抛射 水平方向就没有受外力啊 所以说水平方向是动量守恒 好那水平方向动量守恒 那我们分为爆炸前 以及爆炸后 爆炸前的话 如果我们只看水平的分量 只看水平的动量的话 那就是要把我们的V0做分解 这就回到了斜向抛射那一章节 斜向抛射的水平方向 是等速度运动 然后它的大小 水平方向的速度大小 是V0cosθ 所以爆炸前呢 它们是一体的 它们是一体的 然后是我们可以这样写 A的质量和B的质量 这时候还是一体 然后乘上V0cosθ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符号太繁琐 那不如就直接把 屏幕给了2比1带入 假如A是两公斤 B就是一公斤 这样子 那其实就可以写成3V0cosθ 那爆炸之后呢 爆炸之后的动量 MA 然后乘上这时候的速度 因为A和B选项 就是在问这个爆炸之后A的速度 那再加上B B这时候自从静止落下 自从静止落下 所以它是0 它一开始它的这时候动量是0 那一样我们刚刚说A是两公斤 所以这里你就可以写成 2Va' 那这两个会前后动量是一样的 V0带入 V0是50 cosθ θ是53度 cos53度是5分之3 所以结果是这样 3乘上50乘5分之3 就会等于2Va' 所以Va'就等于45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的这一个动画 我们重新播一次 我们这个动画 它往上丢是用50的速度 出速度斜向抛 但是它的水平方向的速度 一直都是30 然后等到爆了以后 绿色的变慢了 但红色的变快 爆了以后那瞬间 红色的向右的速度是45 这个就是这一体的一个图像